你怎样解读昨晚的跌幅 是因为消息层面 还是大家有什么感觉 或者最忧虑的是哪一样 其实现在市场看到突然之间大升了932点 之后第二天就大跌了1063点 其实这个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市场怎样解读呢 其实市场都是忧虑通胀和经济放缩的影响 其实现在美国的通胀CPI 是3月份已经是去到8.5 是自1981年以来其实已经是最高 已经是连续6个月是6%以上的一个升幅了 你见到其实美国方面 其实GDP在首季来说是下跌了1.4% 大家都怕会不会出现 之后日子会出现滞胀的一个情况 导致其实美股昨天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看到刚才你也说过了 美股主要大跌的一些股票都是一些科技股指 像Metas、Facebook或者Google这一类的股票 主要其实美股的一个利率的上升 一定首先就影响到一个 叫做科技的纳斯达克制造的一个成分股的影响 因为其实他们的股值也都比较高一点 所以相对来说他们很多的分析师 或者投资者也都会重新估计他们的股值 因为你将利率扯高了之后 他们的股值相应来说就会下跌 在情况之下这些股票都会被抛售 香港的同一情况 其实一些科技股 我觉得今天也会有很大的沽压 但是昨天港股相对来说已经有高位了 其实昨天早点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港股已经有400几点 有些曾经倒跌的情况 港股来说 所以港股来说其实已经跌了一距 就是已经闻到一股烤的味道了 所以我都叫了一些猴子 那时候要小心一点 因为你已经 其实昨天美股的指数 其实那个index就不是跌很多 昨天大概三四点的话 但是看到港股有些不尋常的情况 是因为比较奇怪 在美股其实前日来说 就是昨天 所谓前日就升了900几点 但是港股就不是很跟升 看到北水重临之后 港股其实也不是有很大的 北水流入回本港 所以相对来说 港股现在来说是相对比较弱小一点 尤其是一些科技股 大家真的要小心 还有之前升幅比较大的一些股票 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会不会有一个大的回调 是的 你刚才说到美国面临通胀高期的问题 第一季又经济收缩 好 我们看长一点 美股的中长线而言 你觉得你是看淡还是偏好一点 觉得现在都是overreact 其实现在美股来说 我觉得第一个情况也不是太乐观的 其实现在开始加息的周期是5月 5、6、7月正常来说 都会加息半厘左右 没办法的 其实你见到美国核心的CPI 已经升到8.5%了 为了压一个通胀 其实美国联储国都不得不可以 要加息的情况 现在要压一个通胀的话 大家都要留意几点 第一 压一个通胀 利率一定要下调 所以现在通胀 这么厉害 大家可以留意几个因素 第一 乌俄局势 你看到乌俄局势 仍然没有明朗 扯高了一些资源的价格 另一方面 新冠肺炎会不会再度封城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很多时候 新冠肺炎封城 令到一些成本去上升 封城的话 可能好像一间车厂 大家可以幻想一间车厂 封城的话 可能生产不了 但是你租人工都要照付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不得不提价 例如你之前购买100元的东西 可能已经升到到$150元 因为你的成本一路上升 还有你的资源价格一路上升 在两种情况之下 新冠肺炎 其实影响到通胀是非常之厉害的 所以不单只是美国 其实全球都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所以来到通胀是升运的 现在核心通胀大概是8.5%左右 其实美国联储局都说了 其实安全的位置大概是2-3%左右 所以相距是有一段的距离 因为压抑的通胀 其实你看到污河局势暂时 都没有一个明朗化 油价在长期都是$100元以上的 所以来说 其实现在的局势就不是太明朗 我就不是太看好 美国联储局可以把通胀在较后时间 可以把它压低 就是压到5厘 我觉得都比较困难的 其实主要要看5-6月 这几个月份 他们的核心通胀有没有继续 性温暖或者保持在高水平的7厘以上 如果有的话 我觉得美股有机会继续回调 也不出奇 所以大家看美股的话 一定要看着它的通胀 另一方面也会不会出现 之后会不会出现的滞涨 滞涨更麻烦 因为现在暂时 虽然GDP下跌了1.4% 你看到CPI仍然是上升的 大家都要留意它的失业率 现在暂时的失业率 大概美国的话 大概是3.6% 暂时都没有一个很明显的风险 和危机在 但是如果将来 或者你见到没什么人买 购买购买购买 或者是减少的话 可能财源 有些情况会发生 所以美国的一个失业率 大家也要留意 会不会扯高到5% 或者5% 或者6%左右 大家也要小心 会出现之后的日子 会出现滞涨的情况 所以我在这么多的隐忧之下 其实我觉得对于美股来说 暂时来说 都不会太乐观 这里的东西 在可以带我无所谨 这个顺灯 都正确的 我想照顺 我可以做 我能压留意 感谢观看